A塔的零四户型,20层的2004,是一个展房,我们先来看看。 首先进来能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餐厅、厨房和客厅的区域。 这个户型是带有一个中导台的,利用率非常高。 看看我们的厨房,这个是主操作台,因为是精装修,所以炉灶, 烤箱,抽烟机,包括这边的吸管机都已经装好了,都是西门子的。 然后导台中间有一个水池,然后整个的台面,不论是导台还是操作台还是背板, 都是这样天然食材的,看这个花纹都是非常漂亮的,也耐磨也好打理。 然后这边的抽屉都做好了分割,放勺子筷子这些,而且都是仿关的,细节都做得很好。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厨子,里面的架子都已经做好了,可以放我们做饭的调料啊,柴米油盐这些,这样用起来也比较方便。 然后这个区域是放冰箱的位置,带倒台就会让我们整个的厨房操作空间变得非常大,非常好。 然后在这边放了一个餐桌,平时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在这吃点饭。 然后是我们的客厅的位置,沙发啊,电视啊都会放在这个区域。 然后外面是阳台,阳台外面冲的是我们的整个北侧,对面的这个楼是我们的B塔,大概这个方位。 阳台也比较大,而且是下面是,上面都是开放的,下面这块是有玻璃的,阳台面积比较大。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卧室。 进来这边,首先这是第一个卧室,双人床是完全足够的,整个面积也是标准的卧室的面积。 然后它这一侧朝的就是我们的北侧,这个是我们的B塔。 衣橱也都已经做好了,都是精装修的。 也是在挂东西。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卧。 也是双人床,两边可以各放床头厨,然后这边是我衣橱。 然后这个是一个空间可以放学习桌,整个的朝向也是朝东和北。 然后这是主卧里面套入卫生间。 站立是淋浴。 内侵是马桶。 这是洗手池。 然后整个下面的区域,跟镜子后面其实都是可以放有很大的储藏空间。 然后整个的这个细节也是能看到瓷砖铺到底,细节做的都非常好,非常精致。 我们再看一下。 进门处的这边。 藏在这里面的是洗衣房。 可以放洗衣机,公干机这些。 然后还有水池在这边,可以洗一下自己的衣物。 上面可以放一些家居用的东西。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公共的一个卫生间。 标准都是一样的。 站立是淋浴。 内侵是马桶。 水池在这边。 镜子后面可以补藏东西。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朝北的,而且带有中导台的这样的一个两房两卫的弧形。 零四呼吸。 在这边。 在这边。